我的这次设计主题叫做幸福的起点 以蓝色系给重色调 同时总体的空间宽敞起来 同时的话这次的设计重点 在储物上强大的电视墙储物 储物的鞋柜的一个储物 包括旧餐具的一个温馨浪漫的卡座储物 同时把无线的空间进行了一个无线的扩大 增加了一个单独的工作区 这样工作跟生活两个单独 总体的设计温馨又自然 美观又实用 希望业主能喜欢我的这次设计 弯弯和赵立辉马上就要举行婚礼了 是吧 你们已经领证了吗 领了 你就是合法夫妻新婚燕儿 对吧 所以这个房子是你们的婚房 组建小家庭之后的第一处房子 所以当时你们也提了很多的形容词 温馨啊浪漫啊时尚啊 对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你们所要的那个样来 看吧 好期待 一分紧张 幸福起点 哇 三 二 一 哇 哇 哇 真的很不错 真的 哇 鞋柜 我就鞋柜了 你要鞋柜 对鞋柜 鞋柜 够用不够用 我们先看看 这是放高一点的 就是中靴吧 放靴子 鞋柜柜 这放长一点的靴子 嗯 靴子 然后这边呢 是挂衣服的 这个鞋柜 这边还可以坐下来换鞋 是 是 因为你们要结婚了 所以这个红色 红色跟白色超级好看 超级搭的 嗯 对 这边挂点什么包啊 什么之类的 这边的颜色也不一样 这个小蜜柜 哦 对 换淡的 蓝 淡淡的 非常淡 嗯 哎 观察好仔细 是呀 真的是哦 嗯 对 哇 这个好危险啊 这中间是做了一个照片墙 你们拍公开照了吗 拍了 把它放这儿 在哪个地方吃饭 看着我们的照片 哎 是 是 那个饭越吃越无味 是吧 嗯 呃 增加了好多的储物的地方 包括一些吊柜 也什么的 这边呢 就在吊柜以下顺势做了一个 特别喜庆的 对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很时尚 走一下吧 走一下 就感觉好像我俩天天能可以在咖啡馆吃西餐 俩的吃吃饭的那种感觉 一进门对面的这个小柜子是你们家之前的 对对 之前的 那么这东西还可以 所以就没扔 就是新的家具的款式颜色都是从它生发出来的 你会发现你们的鞋柜呀吊柜呀 包括里面的电讯柜都是这个一个形式的啊 对 一进门你的入户门在这儿 那么它加了一个小花盒 就是相当于一个小玄关吧 嗯 那个意思 对 这样子这种动静分离这种感觉能做出来 更好一些 对要不然你进了入户门马上就能看到好几个门 对 对 对 原来是开放性的厨房 对加了这个东西也好漂亮 他现在加了个 他这个现在不是个门啊 是个压口 压口 但是等于把两个空间给你分开 对 这回头呢 如果你们想加一个轻一点的门也可以 就可以附着在这上 嗯 嗯 好喜欢这种颜色 大师跟设计师说就是想分隔出区域的 啊 分隔区域啊 想法了 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那这个花阁呢也是一个分隔区域的这么一个作用 等于说把鱼进门的位置和客厅分开了 嗯 嗯 这样 哇 我看到了老公你最想要的 哈哈哈哈 把阳台留起来了 说写阳台 嗯 去看一下吧 先来看阳台吧 阳台做了个地台 我们俩上去试一试 哇 有松木的味道是不是啊 对啊 这个都是松木的 又又又又 小心点 真的是好好啊 沐浴的一米阳光 哈哈 爱的人 无极品的茶 嗯 太牵引了 太牵引了 好了 我们看完了这儿啊 这儿呃 在收收客厅区 反正就是一目了然 其实没有什么稀奇的东西 啊 但是真的是变化很大 我家以前吧 就是摆了家具 嗯 摆了这种电视柜 摆了沙发就好了 嗯 然后也没有这种 就是像电视片以前这种柜子呀 嗯 还有就做这种边框 嗯 它这个边框为什么要做呢 因为边框里面是硅枣泥 哦 而且是换了一种颜色 你发现了吧 就是这个呢 和这个都是那种淡淡的 有点灰调子的蓝色 对 我特别喜欢这种蓝色 嗯 因为我自己有个小店嘛 我那个店那种 就是主题色 VS就这种蓝色 啊 这样的 真的是超级好 嗯 这边的灯 也跟那边的灯呢 是一个形式的 这个地方呢 要给你稍微讲一下 嗯 你要一个学习区 对吧 对 就是我平常要设计珠宝啊 这样子 啊 对 然后现在呢 就是把这个柜子 就是你的鞋柜 你会发现它的体量挺大的 是因为给它做的比墙 要宽一块 宽的这一块刚好呢 就是赢得了一个学习区 啊 你在这儿只是要加一盏台灯 这个地方就可以非常有效的 例如上一个小树桌 嗯 嗯 然后加三个抽屉 嗯 这样以后它干 它就不会打扰到我 对对对 那你不会觉得说这个柜子 长宽了一块 就我觉得 没有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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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 嗯 真的是好漂亮 太太满意了 本来我想的是 因为给自己是说的是昏房嘛 但是没有说具体的主题 我们想就想会是大红啊 大绿啊 你是大红啊 不是这种 不是这种大红大绿 就是说色彩很重的那种 很新鲜那种感觉 但是这种吧 会给人感觉很浪漫 真的是浪漫 威心又时尚 真的 太好了 它呢 太棒了 在这儿呢 稍微的就是说 我感觉稍微有点 用力过猛的点了一下 玫瑰花的那个地址 体现一点昏房 的感觉 对 稀轻一点 面积呢 不大 所以呢 不会让你感觉好 整体都是大红大绿的 对 这笔纸 行吗 行啊 我喜欢 我就特别喜欢 我什么都喜欢 我喜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意思是你不喜欢的 哈哈哈哈 他喜欢我就喜欢 哈哈哈哈哈哈 啊 白分制 老规矩 拿分吧 那我要加120分 120分 2 好 给附加分了 对 你呢 我跟他一样吧 嗯 好 那我们 哎 红队家漂亮吗 红队家也很漂亮 是吧 嗯 那你觉得你们家漂亮 还是他们家漂亮 为什么要再接住呢 因为 因为我们要去红队家呀 啊 去红队家 就要把你绑上 你觉得很没有逻辑 你觉得很没有逻辑是吧 对啊 为什么要绑住我们呢 我们现在呢把弯弯的眼睛蒙上了 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交给小灰了啊 好好表现啊 什么声音啊 三 三二一 拜拜 啊 哇 你自己想的吧 希望你能喜欢 太喜欢了 也希望我们以后一个爱情永远远 希望你永远开心幸福 好幸福呀 好开心呀 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参加这个节目 然后因为我们俩也是晚上要步入这种 就是婚姻殿堂的很浪漫 然后突然又参加这种节目 又恶心房这种改造 然后强指呀 家具呀 所有风格都是我最喜欢的 然后又收到花 也是我最喜欢的花 真的是太好了 抱一个 抱一个 太好了 好 先祝你们新婚一块 谢谢 好 那我们就去红队下 好 行吗 走了 我的作品 暮色清晨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女选手 她的工作环境比较吵 所以说回到家想找一种安静的感觉 所以我选用了令人放松的材质和色彩 比如原暮色的地板 休闲的奶咔色和大海的蓝色 作为主色调营造出温馨 心宁静的时尚氛围 局部抱枕选用了黄色系与蓝色系的碰撞 让空间更加生动活跃 我认为家是一个避风港 是一个可以给人温暖的地方 家庄设计 要根据不同人的需求 去设计最适合他们的居所 从而让他们得到一定的满足感 而他们的满足感 就是对我们最好的奖励 我认为家庄设计最好的奖励 我认为家庄设计最好的奖励 好了 刚才一直喘粗气 是吧 好期待 有没有点害怕 心里没底 有 你们觉得蓝队家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的 挺浪漫的 我觉得 如果把你们家做成那样的话 你们会觉得满意吗 满意 真的 那我可以特别肯定的告诉你们 你们家跟他们家长得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 特别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从色彩到格局到风格都不一样 王群是做幼教的 对 幼儿园老师 幼儿园老师 那你平常带的是大班中班小班 大班 大班 吵不吵 还可以 习惯了 所以你喜欢安静的家居吗 喜欢 一进来就感觉 能够让你放松一点 对 轻松一些的家居 行吧 那我们就要看吧 目色清晨 哦 这比较好轻轻啊 三 二 一 哇 不一样了 真棒啊 漂亮呀 这个地方 绝对不一样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就刚刚看得出 看个咖啡 太棒了 真的 如今咖啡屋差不多 真的 变化真的好大呀 跟那边不一样 我没骗人吧 不一样 但是我喜欢我们家的感觉 就是 曝骨的气息 特别特别浓重 然后我很喜欢这种 格调的这种感觉 特别有点那种 哎 我一范很足 特别特别足 文艺范 你看到这种蓝色 你会觉得比较安静吗 对 心里面会有一种平静的感觉 对对对 可能我们幼儿园是五颜六色的颜色 对吧 家里面我希望安静一点的颜色 对对对 还有那种 他们管那个叫奶茶色 我管这个叫拿铁色 那个拿铁咖啡 五分之一的咖啡 加五分之四的奶 出来几乎就是这个颜色 哦 对 很漂亮 是吧 确实确实 这个确实看上去挺安静的 对对对 比较舒缓的色彩 是吧 对对对 不是那种跳跃浓烈的 对对对 很漂亮 另外你看地板 哦 我还不断了呀 啊 对呀 我让你们看地板 不是为了让你看地板 哦 我让你们看地板 是为了让你看墙面 哦 一样的 对 我这刚看见 直接卡上去的 哦 像呼应的颜色 不是呼应的 它就完全就是地板上墙 哦 完全是地板上墙 这就是地板 哦 哎呦 这个气感挺好的 哦 这个颜色呢 和对面的那个 拿铁色奶茶色呢 就是很很协调 协调的颜色 哎呀 我觉得设计师特别用心 啊 在每一个地方 我觉得都满足了 我所有小女生的 小女生这个要求 我觉得 高雅的 哦 对 特别高雅的 今天工作以后感觉到 就是很松弛 很放松 很放松 是的 我们往里走走看啊 嗯 它这做了一个就是抽象的壁屋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其实主要就是放电视 壁纸呢都是青灰色的 哦 翻蓝的青灰色 哦 这个设计师特别有很多 都没有 哦 包括窗帘 对对对 都一样的 都一样的 对对 走一个色系 哦 对对 走一个色系 哦 我觉得有些时候很难走一样的颜色 其实啊 你单看这个窗帘的颜色呢 呃 你会觉得有点发旧 嗯 通常如果会 会觉得 但是 你要这样搭起来之后 我就觉得非常 就是很优雅 对对 特别优雅 就特别优雅 像走进一间咖啡屋一样 特别放松 特别特别好 试一下沙发 好 小花一会 真的 小花一会 哎呀 舒服 哦 这个颜色也跟它很 对 这个颜色啊 找的是墙面的 基底色 就是 你的那一个颜色呢 找的是墙面的提亮色 蓝色 哦 蓝色墙面的提亮色 对对对 每种颜色都是有相互的关联 喜欢有放松的那种感觉 对对 对对 已经换成了 换成这样的 哦 参区换成那样的 参区 参区从这个角度看一看 哦 对对 我觉得是 有点像风景画的感觉 对 对 那两个人放风景画的感觉 嘿 我们来看看 我们当时 我们当时提的 有人说这块很空 没有令 是 对 对 那现在 做成一体的了 全部都做成一体的 然后就是做成那个 下面的柜子 上面的的是这个 一勾 这个是原木片粘上的 就是体现一种放松松弛的感觉 哦 就是前缘的 就是大自然的感觉 对对 大自然的感觉 这边全是鞋柜 哇 你帮你 你帮好 好多好多东西 你帮你 这儿是一个留言板 哦 小笔板 你以前想摆一个来 爸爸妈妈宝 你那小孩得大了 我们家上学了 我们家上学了 上学了 欢迎回家 这是一个留言板 然后 对 像这里呢 可以挂点什么钥匙什么的 哦 这种小东西 哦 我喜欢 我喜欢 这边你以前有个柜子 但是 对 柜门不是这样的 不好看 对 有什么那个 这是不好看 不好看 它就给它变成 跟那个一样的柜门了 哦 其实不仅仅是柜门 都不都换了吗 哦 你看里面也不一样 哦 格局也换了 哦 你都变了 不能性更强 以前就给我子分三段 对对对 这中间还可以放书 上下都有 中间你当的是卫士 对对对 哎呀 真好 哎呀 太感谢我设计师了 我觉得每一个地方都特别用心 我觉得 我没有说那个灯哈 那个灯 其实它这个背景灯 主要是为了做一个效果的 并不是完全被照明 就为了 因为你这地板上墙之后呢 面积挺大的 没有一点照明的话 会显得呆板 它现在就用了这样的一个几何图形 你看圆 长方 三角 是吧 我觉得这个做背景 不但会显得那个房间很亮 然后我觉得会很好看 它比较立体 对对对 它会让你的这个层次就被做出来了 那晚上开电视的时候 其实其他主灯都也不一定要开 开这个就可以 哦 这是 是 是 哎呀 好开心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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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本来觉得那个蓝队家那样就让你们 对对 我觉得挺放心 因为他们家装身都很漂亮 但是我觉得我们家更漂亮 那好了 打分吧 你们现在这个高兴满意是异于言表了 那不知道是真是假 我们我觉得我们给设计师打100分 我觉得100分代表的圆满 我觉得满足露宿 就所有的地方都很满意 也没有觉得不满意的地方 所以觉得很圆满 我要打100分 100分 嗯 所以你老婆的 我感觉应该100分还要做 我最满意的这个 餐区 餐区 嗯 非常 适合我工作减压的一个地方 很棒 太好了 太好了 你看这个视力师呢 确实是非常用心 桌旗 包括这个装饰牌 都是这种颜色 我跟你讲 最用心的位置是什么呢 这朵绣球花 都是这个颜色的 哦 这个可能很难找 这个是非常用心的一个设计师 你心里面觉得啊 香气不比 啊 百合的香味啊 香气百合 这种颜色的输软 这种颜色的输软